下一題 就是我們考試、常考的題型 金屬氧化物溶於水層、鹼性、非氧化物溶於水層、酸性 沒有人考你酸或鹼 都考直劑的變色 誰能夠使藍色的會變紅 藍色是變紅,表示層層性 酸性 誰溶於水 氧化物溶於水層、酸性 非金屬,要挑非金屬 所以呢,因為金屬氧化物溶於水層、鹼性、非金屬層、酸性 所以誰是非金屬 所以答案要選的是碳 答案C 二氧化物溶於水會叫做碳酸 所以答案要選C 同理 誰會使藍色變紅 跟剛剛一樣嘛,藍色變紅嘛 所以你就知道要挑誰啊 大帥哥、大美女 來 反正一來運也沒差啦 來,二七 答案 五、四、三、二、一 B 請坐下 答案講過藍色變紅,叫做酸性 酸性要挑的是非金屬、硫氏非金屬 所以我們答案選B 這一題請問你是指紅色變成什麼性 鹼性嘛 OK,要挑一個啊 要注意一件事喔 要注意一件事喔 注意一件事喔 好,可愛的 女生 15號 沒有 貴班沒有15 10號 豬喔 沒有A或B嗎 沒有喔 你選豬喔 請坐 紅色色變藍成的叫做鹼性 金屬氧化物容於水成鹼性 所以要挑金屬 那為什麼不選銅跟鐵 因為我要你背過 氧化銅、氧化鐵、不容於水 又要使用喇喇之後成的是中性 就是我要你背的事情 OK,就是 了解一下所謂的氧化物容於水成酸性或者是鹼性 用指示劑來烤你 接下來題目是跟燃燒有關係 所以要有可燃物、要有助燃物、要達到燃點 風柱火是因為提供哪個條件 如果你有提供可燃物、你有提供助燃物 你有讓它打到燃點 你就會燒得比較好 那風柱火是為什麼 風柱火是為什麼 風本身 空氣嘛 本身不屬於可燃物嘛 不屬於可燃物 風吹過來基本上也不會使溫度呢 升高或怎麼樣 所以重點是 像我們教的那個對流的情況一樣 送進去空氣 送進去氧氣 所以它是提供我更多的助燃物 然後使它能夠燒得會更旺盛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擇了叫做B OK 下一題 焦水滅火的原因是為什麼 為什麼焦水可以滅火 那麼滅火 水有就直接灌下去的 直接倒過去的滅火 那有人會把它噴成水霧狀的 那有人會覺得噴成水霧狀的效果比較好 跟這個東西有關係 來我們停車戰界問 請可愛大帥哥來回答我 27 27 7 7 快點站起來幹嘛 答案 27是誰 27在哪裡 站起來 快點啦 快點站起來啦 5 4 3 2 1不會 多少 你沒有講答案嗎 你沒有講答案 你說你要說你不會喔 好吧 就當作你不會 因為水會吸熱 因為水會吸熱是降低溫度到燃點以下 因為他靠他的吸熱到燃點以下 噴成水霧那顆粒比較細小 會更容易變成氣體 更容易吸收更多熱 更容易使溫度會降低 所以有人會覺得噴成水霧狀的滅火效果會更好一點 更好一點 第十二題 做哪一件事情無法達到滅火的效果 可蘭霧出蘭霧達到燃點 可蘭霧出蘭霧達到燃點 哪一個沒有辦法 我們請 我們要找誰啊 可愛的 9號 答案 答案 你不要對我微笑 答案多少 C 你說 為什麼油鍋起火用水焦型沒有用 因為油會浮在水上面 所以你無法讓它跟氧氣隔絕 無法隔絕助燃物 所以它會繼續燃燒 那麼這三題就是有關於燃燒的一些部分 我講過了學測 考過類似這種燃燒的題目 可蘭霧出蘭霧跟達到燃點 請你要了解注意 OK